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这个星期的《香港奇案》 时间真是快到狠狠声 原本附近这个小公园 遍地开始有落叶 看到有些树干上的绿叶 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黄叶 枯黄了这个情况 真是正宗 夏天正快和我们说 goodbye 而秋天很快又要粉蜜登场 温暖了网台也有一段时间 就是秋雷游冬去 很多的时间 都跟大家隔空做了很多 这么多年的朋友 但是呢 年年呢 我们都是年关难过年年过 但是呢 仍然那些状态都是挺包庇的 这个经济状况呢 就是找一餐就没有一餐 因为要养那么多的人呢 近期呢 的而且subscribe的人数 助养我们同事的人数 的比往时呢 就真的少了 可能很多的朋友 真的去了海外 或者在香港的时间 那些朋友 可能也都是要 留一些钱移民 又或者是 招不保值 留一些钱旁身 那就是 使闲钱的 这个机会 次数就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我希望 老鹅都在这里提醒大家 我们都有一大 很大的团队 要照顾 很多的老友记 都要开饭 甚至有些朋友仔 都要靠我们的 帮我们做part time 帮我们做制作 养活他们 又或者顶住个鸡头 这样 所以各位的老友 不要论识的 这个腰间前 如果可以的话 那尽量就subscribe 我们的这个 138元 每个月的这个月费 又或者半年 无限重温 666元 可以看完 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节目 很多时候 有些朋友都会问 我老鹅 就是 我想看什么的奇案 说过没有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奇案 在过往的一些大院有乐系列里面 都已经cover了 只要你们给一下这个月费 又或者666元半年的无限重温 以前的香港奇案 没有独立出来分拆出来上市 这个时候 已经cover了 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去到43集了 以前还有很多一些不同的经典奇案 都是节目里面讲述过的 希望大家帮帮忙 支持一下我们 因为老鹅已经是做义工了 但我还有一大堆的手足 在后面 希望大家的支持 努力 变成我们可以 让他们每天的生活有寄托 可以放心地投入这个工作 也不需要老鹅 就蝕到 趴街 又来多 第二个十年再蝕钱 那就真的不得你死了 但anyway 算是有片瓦遮头 有地方安居乐业 吃饭 有时都不可以 车网大雨 大富大贵 奢华生活 只是希望可以应温 继续下去 在艰苦的时期 仍然可以帮大家发声 提供一些娱乐给大家 也都靠大家鼎力支持 在上个世纪的香港 六十年代打后 其实香港人仍然有很多朋友 都好像捉金见爪 餐饭吃 餐餐清 甚至买片瓦遮头 都不是那么容易 我还记得在我长大的七十年代 这个初期 一个单位分租几伙人 已经很慶幸 有些朋友分租的能力都没有 租一间板间房的力量都没有 即是在山边租一些 寮屋、木屋、铁皮屋 正宗夏天的时候就热死 冬天的时候就凍死 打风的时候就害怕死 很厉害 政府当时看到 曼山遍夜 香港九龙新界都是这些 木屋、寮屋、铁皮屋 有些火灾、山泥惊死 真的死得人多 特别是这个 物理好着事 来到之后也是加快解决 这个 居住的问题 当时很多一些 屋邨 就因为这样的情况 应付 即是中国走难下来的人口 要建设很多的屋邨 满足当时的劳苦大众 或者一些的难民 一些的需要 所以屋邨就应运而生 在屋邨里面 当然很多的朋友都不是说收入很好 可能有些是做工人 做工厂妹 做这些三行工人 清洁工 或者做一些劳动小贩 然后就养活一家人 但是 已经比以前 住这些村屋、木屋 已经 这个情况 已经大为提升 那么 没什么勤勤了 一家人 多厚地 在这个公屋 这些廉租屋 临时洗字区里面 生活 已经 可以在一个 贫困 无助的时间里面 起码不用担心 怕风落雨 塌山泥 待会抽高物粗 着火烧了 所有的身家性命财产 已经可以 放心地去 平手抵触 找两餐 煮钱 希望改善自己将来的生活 而小朋友 可以在当时的港英政府之下 有书读 然后有学识 希望将来做文职 即是找到钱 帮到家 家人更加可以 有一个地方 再搬去他们的地方 今集的香港奇案 其实也是用屋邨 做一个背景 而当时一个屋邨里面 可以说 聚了三山五落的人 在里面生活 当然大部分的居民 希望可以安居 乐业 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自己 晚上睡得舒舒服服 可以出去找东西做 聚职钱财 没有想过 从事一些坏的勾当 但大部分 虽然居民都是这样 但始终是三山五落 什么人都有 而最大件事 就是贫穷 制造所有麻烦的根源 贫穷 令到最恶的产生 贫穷也是因为 因为在这个地方里面 很多人都走不了 明知这个地方 那个环境不好 环境惡劣 治安又差 有很多罪行 都没办法 离开 局在这儿就要受 希望有一日 好日子快点来 可以搬来 这些贫穷 又或者是 红帆区 如此类推 这一个说法 亦都是因为人多 人多 罪了一些人在 自然就是三山五落 这些什么人马 类型的人也有 隐君子也有 以前的犯罪罪犯也有 打家劫舍的人也有 最惨的就是 一些可能是精神病 甚至有些变态的人 都在这个屋邨里面 罪居 所以在一些屋邨里面 当时如果大家有看过 一些邵氏的影片 是什么大歌城 又或者是狮子山下 我们也有说过 在屋邨里面 就很多这些的罪行 就迎运而生 尤其是有很多 就是关于这些 风化案件 譬如非礼小朋友 偷这些 妻子的底衫库 又或者是 等些夜归的 这些女子回家的时候 就捉了去非礼强奸 也有很多的隐君子 唐死犹 黑社会 踢人入会 跟着在下面的球场里面 大打出手 上村打下村 真的都无日无知 很多这些罪行 而当时 港英政府的这些警察 亦都是 有时很怕 入到屋邨里面 因为那边的恶势力 一直都不是 不是讲玩的 是吧 变成这个斗里面 分分钟 有他们自己的地下秩序 我记得有时看过一部电影 叫《公瀑》 当时李修延做的 而也说到 那些屋邨仔 有多凶 甚至没有 召打警察 斩警察 完全都不斩眼 可想言之 住屋邨当时 一个在电影 和一些 电视片集里面 塑造出来的 都是一些 雄番区 三角九流 治安异常之差 这些地方 今天所说的香港棋案 就是涉及了两宗原案 到今时今日 都仍然未破解到 这个罪行 而邵氏的这个兇手 可能是同一个人 甚至到目前为止 因为仍然是逍遥法外 屋子一算 五十多年前的这些事 很大的可能性 这个疑空 或者这个兇手 因为色魔 可能已经是不在任世 即是变了 可能杀人 放火烧屋 金腰带 收桥 保路就没有施鞋 这些坏人 竟然会有得善忠 我们都不知道 是否得善忠 那天就会决定 不过凡夫族子去决定 但很可怜 经他手 即是摧毁了这些生命 就令到两家人 干场寸断 即是没有水洗面 天天哭苦 哭忽 甚至可能去到 邵氏的这些家人 亲戚 到今时今日为止 仍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因为沉冤未待雪 是吧 杀人者仍然逍遥法外 而今天所说的这个案件 就是发生在这个 南田村 旧南田村的所在地 大院有乐 曾经去过旧南田村 这个老鹅港鬼故 也去过旧南田村 讲当时的都市传说 南田村里的历史 如果大家想了解 南田村 可以看回老鹅港鬼故 我们曾经去过南田村 讲过故事 而这一集的香港奇案 亦是说回南田村 虽然现在是拆了 但以前也有两宗恐怖的 这些客人听闻的 一些风化的案件 而最可惜的是 两个受害人 两个的死者 一个是一岁半 而另外一个 只有八岁一个的小女孩 正宗 蛋糕都没多吃一件 生日蛋糕很多分钟 可能蠟燭都没吹过几次 短短的寿命里面 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他离开这个世界的过程里面 亦都是非常之恐怖 以及可以从案件里面 了解一个案情 死者当时在离开世上的时候 被人的虐杀 受到身心这些严重的虐待 身理上的打击 可以说他死前 受到莫大莫大的惊恐 回想起来的时候 都是以上的难过和难堪 先说一说 这一局的蓝田村 其实在六十年代尾 已经建好了 去到七十年代头 陆陆陆陆陆陆一座一座 兴建完成 很多以前住寮屋 木屋 或者一些铁皮屋的人 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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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 导夷 盗友聚集 这些偷窃 烫死牛 非礼 基本上这些罪行 就无入无知 据当时这些街坊 或者住租客说 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选择瓶引 甚至没有尤其是一些风化案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比如有些妹妹 放学 回家的途中被人非礼了 或者被人无眼 勒颈 拉入垃圾房 非礼 强奸 又赶不出兇手的样貌 又或者是惊客过渡 很难捉到一些义匪 很多时候都不了了之 甚至街坊 有些街坊互助委员会 互相去巡邏 希望捉到这些色魔 捉到之后 就打到飞天 但破案率很低 但是这些案件 整天都有这些情况 在屋邨里面 听到这些非礼 打劫 导友去偷东西 基本上就是无入无知 所以令到这些居民 带来很大的创伤和影响 事源去到1974年的7月1日 而在南田邨 这个地方里面 在这个24座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22座 在22座的14楼 就发现一个空置的单位 而这个空置的单位里面 就被人发现了 有一个1岁半的小朋友 的一个尸体在这里面 而这个1岁半的小朋友呢 就证实了 就是在20座6楼523室 居住的一伙里面 这个1家5口的 其中一个小朋友 他就是有爸爸妈妈之外 就是一个姐姐 和一个妹妹 那么 当时如果大家有住过屋邨 那么很多小朋友 在下午的时候 通常阿爸不让他下去玩 小朋友就聚集了 在一个走廊里面 去玩 玩些什么 玩竹 玩竹乌鹰 玩何继工 玩竹迷藏 拆楼梯 跳飞机 之类的 那这个1岁半的小朋友 那你也知道 1岁半的小朋友 全部都是跟大队 那当时呢 就是居称 这位小朋友 姓何的 这个姓何的 这个小朋友 就是何家健 何家健 这个小朋友 就是衰半 男仔 学校就未回 那妈妈呢 就在家里面 忙着家庭的生活 那可能剁肉饼 准备做菜 那小朋友呢 就在外面 跟他鄰居 和亲戚就在那儿玩 那当日 据称呢 小朋友呢 就在下午的2点多钟 就是这个 20座的6楼 523室 外面的一个 走廊里面 就在横灑着 那其实呢 每天都是在那儿 这样横灑的了 那而妈妈呢 就不以为意 去到4点钟 5点钟的时候呢 一个个何小朋友呢 亦都是跑跑跑跑跑 跑回到家里面呢 就妈妈呢 就是拿东西吃 那妈妈当时呢 就给了一些饼干 和一些面包呢 就给何家健呢 就是喂食他的 那吃饱了之后 那你知道啦 都没上学 又不需要做功课 那也都是回到外面呢 就是和一些小朋友玩 那去到呢 六点多钟的时候呢 那妈妈呢 就 就开始叫儿子好回来吃饭了 那在这个时间 如果大家住屋邨 一近到六点名钟 你就会闻到 哇 现在是蒸腊肠啊 有些是炒菜啊 或者是有些是蒸饭 有些是饭香 旁边是火炭香的 就是香噴噴的 就是差不多时间呢 各自的小朋友呢 就是回回他们的单位 就是吃饭了 那而何家的这个妈妈呢 就出去走廊 就打算找这个儿子 回家就去吃饭了 那刚刚 就是4点多5点钟 就吃完面包 和一个饼干 六点多钟 就是叫他回来吃饭的时候呢 喂 儿子呀 回来了 儿子 阿健 回来了 阿健 在外面的走廊叫 叫来叫去呢 没有人认他 那开始就担心了 出去走到外面呢 就是去看儿子去哪儿 啊 臭小子 撞不捨得回来 就出去找了 那看到开始呢 外面的走廊 不是说有那么多小朋友 没有什么小朋友 差不多一眼就看了 整条走廊 不见人 就大声喊 儿子去哪儿了 儿子去哪儿了 没有人认 那开始呢 背脊里面有一个 太个难阵 可以觉得 这次死火了 儿子 儿子不知去了哪儿了 然后呢 老公就下班回来 爸爸就下班回来的时候 就发觉 儿子又不见了 那怎么办呢 就和妈妈 差不多 逐个逐个走廊里面 这一个六楼里面的单位 二十座六楼里面的单位 过去拍门 儿子有没有去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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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有没有去过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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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不祥的预兆 不见了儿子 那怎样去解决呢 那开始呢 就在这一个大厦里面 就说 就是发散了 其他街坊 伦理 就开始去找 找到呢 晚上都不见人 两夫妇呢 就真的都开始很咬 就是觉得不行了 真的要下去报警 告诉警察 就是不见了儿子 而当时的一个 这个的何家健呢 他身穿的呢 就是一个白底 有些花花草草图案的 这个背心仔 而呢 也穿了一条 蓝白色格仔 的这个三角褲 当时因为在家门口玩 就没有穿鞋 赤足的 而问一下 就是旁边的小朋友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啊 有没有人见过啊 家健 那么每个小朋友呢 都不知所知 就是好像玩到 都瘋了 妈叫回家吃饭 但是他就标行回家吃饭 就没有理到 那么 好一个的想法就是 会不会有拐子佬 这一个的出现呢 会不会有拐子佬 就是 在家里面 就是拐走了他 因为当时在70年代 1974年 仍然就是说 要拐了一些小孩 买去南洋啊 又或者买给一些 一些失下无子的家人呢 就是让他做一些 家里面的 一些过计的小朋友啊 尤其是小孩 一个多岁 两岁 就是 什么都不认识 抢了回家 就是养大他 什么都不记得 就是罪店当 那么 一家五口 那现在 只有一粒仔 一个姐姐在上面 一个妹妹就在下面 那么 爸爸 就是 就是想一下 个儿子那么小 哪个个无音功 抢了他 那也就是 即时 和街坊 就将贴一些告示 将家健的样子 就是 形容啊 穿些什么的衣服啊 住在哪一伙子里面 希望大家呢 来帮帮拖 找回家健 或者哪个见到家健 立刻去报警啊 如之类推 那 一晚过去 毫无音信 一晚过去 是吧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消息 爸爸妈妈 就是看着 又要写这些告示 一直在由第十五座 就贴到去 二十四座 贴到二十四座 就是 忘完了 回到家 那就是 又报警了 妈妈就哭得 累人 那样 老爸也都毫无头水 不知怎样去做 那就很累很累 那就是 刻着了 第二个早上的时候 就是突然间 就突然醒了 啊 下午了 是的 接着呢 他们就被一个电话 就是吵醒了 是一个管理署 打电话来 给他们 那同时之间呢 警察呢 亦都是上门 邀请他们呢 就是去认一认 在一个 二十二座 十四楼 的一个空置单位里面 就是找到一个 小朋友的一个屍体 啊 当他们由这个二十座 走到二十二座 这个时期 啊 真的 一路就在那里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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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见你 由二十二座 和这个二十座 不是很远的这个距离 走去就好像一个 很长很长的 絲绸之路 一带一路 这么鬼死的这个恐怖 每一步 心惊胆战 又想快点去证实 看看是否自己 不见了的儿子 也都不想这样去 因为心里面呢 就形容着 觉得这个的小朋友 一定是啊 不见了他们的这个 儿子 心肝宝贝 家健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步一惊心 最终去到的时候呢 有警察就跟他说 何先生 希望呢 你们呢 就有心理准备 小朋友的这个 死状呢 身体里面的伤痕呢 曾经是显示过呢 他有一个 他被人的一个 几大程度上的 这种的侵犯 那原来当时 管理员呢 就是巡邻这个 二十二座的 这个单位的时候 当他去到十四楼 一个空置的一个单位 发觉里面的门 被人叫烂了 而这个门呢 一推就开了 而管理员进去的时候 一见呢 那个建筒一照一照一照 照到的 就是照到 这个当时的厕所 一个马桶里面 有一个幼小的驱体呢 那头呢 就插了到这个马桶里面 那里面 而这脚呢 就浮起了 上这个 对着那些 天花板 那 身上面呢 就是布满这些伤痕 那背脊呢 也都有一些 伤痕 一些刀伤啊 这些物体 那 而呢 最恐怖的 就是发觉 小朋友的 这个男性的 这个性器官 这个下体呢 就是 红肿 似乎呢 就是曾经呢 就被一些的滚水呢 就是 灶过的 那这个 这个阴狼啊 下体啊 布门的这个 水泡 红肿啊 这样的情况 是異常的一个 的 是很惨烈的 那当然呢 这个小朋友呢 就是一早 就是证实了 就已经是死亡 那头呢 就是插在马桶里面 就一早就已经是窒息了 那很明显 这个小朋友呢 在死时的时候呢 就是受到 不同程度上的 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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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磨 那然后呢 就是将他的头 就折了下去 这个马桶里面 就是将他呢 就是间山呢 就是令到他 就失去这个呼吸 那 爸爸妈妈 看到这个情况之下 我马上就去认识了 那而看一看呢 就是他们 挂了整晚的 这个何家健的 这个 这个衰本大的 这个男鹰 那就是很内疚 很痛心 哎呀 为什麽我不看着儿子 为什麽他让他去外面玩 为什麽我 就是 他吃完 麵包的饼干 如果我不让他出去 关门 他出不了他 就不会有这一劫 如此他在这自责 那但是呢 就是 他爸爸何伟鹏 就已经干长肉断了 早上起床 上班的时候 还见到个儿子 想不到回来的 下班 就已经失踪了 第二天 还要死了 那 爸爸之后呢 就交给警察 就希望去找回这个疑空 而在这个等待警方的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时期 而 一直都没有投税 一段的时间 爸爸就以为希望 就是 那晚里面就是想着 希望有人来绑票 就是问我拿赎金而已 但是又想着 照他又没有绑票我的儿子 我这麽高穷 住屋邨 有多少钱给你 是吧 要是就希望 哎呀 希望煮好人家 拐了个儿子 就是去南洋做大少 是吧 就是 就是脱贫 就是做人家的儿子 琴着金锁时过活 就是 在这个的 催眠自己 想一些好的方向 但是第二天早上 收到这个疑信 知道个儿子 死于非命 还要是死得这麽惨 被人性虐待 是吧 又拿滚水 绿姑姑 硬弄死了个儿子 就是伤心到不得了 那两夫妻都茶饭不思 妈咪亦都是 就是 生病啊 病了啊 没有心思 就是继续去做日常家头生活的东西 就在他们两个 就是茶饭不思 思念这个忘义的时候 竟然就是收到 两个的电话 打电话来 不出声 一声不响 哪位 哪位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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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线 过了第二晚 又收到这个电话 好像玩电话那样 不出声 问极力 哪个啊 哪个啊 你想怎样啊 不出声 不应激 赶紧 收线 那 当时的媒体 就是形容 就是 会不会是当时 杀了何家健的一个兇手 打电话来 去嘲笑 这个 何伟鹏 和他家人呢 是不是 嘲笑他 你为什么 不看 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 被我虐杀了 虐杀了 玩想死了 我现在打电话来 嘲笑你们两夫妻的无能呢 那 警察当时 就是 新闻也有很多的一些报道 但是奈何 警察一直不够线索 没有一个任何的头緒 那从这件案件里面 就开始 找不到头緒 找不到疑犯 而当时也是 我们的屋邨 也都知道的 没有现在那些电闸 也都不会有 有个小路电视 是吧 那些人自出自入 走来走去 你都不知道 哪个打哪个 是吧 没有记录 又没有记录 又没有人进来要登记 基本上就是很难搞的 当时的时候 可以想象这个公共屋邨 基本上就是没有染鸡笼 个人都可以来 更有甚者 这个20至24座 这三座的这个屋邨 其实就是互相串联的 就是分分钟你在这个24座 你就可以跑去23座 23座 也都可以去22座 究竟23座的人 抢他的儿子 或者是 22座的人 走来抢你的儿子 你是完全无从稽口 那唯独是 你看完这个新闻之后 你可以想象得到 兇手一定是 非常熟悉屋邨里面 这些环境 甚至无 他知道在这个22座 14楼 竟然有一个 空置一个单位出来 换句话说 如果韦哥 一个杀人的 一个暖童的 一个色魔 无厘头 扔他去 麗德邨里面去犯案 就算他被他见到 一个年轻 年轻 又很有趣 被他玩死了之后 然后要把地方 要收起他 他又知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地方 什么单位 是空置了出来 一个外来的人 如何得知 如何知觉 其实这一方面 你就已经可以 从一个方向去 这个色魔 或者这个戀童匹 这个杀手 其实一定 很大的可能性 都是在一个 南田村里面 一个居住的住客 可怜 始终找不到 一个空手 事件 随着事件的过去 人人都要 形形役役 人人都要 畏口奔驰 就是 完全 开始 这一件 这么惨的案件 逐渐逐渐 淡出 很多人的 这个脑海里面 直到去到 1976年的 这个 8月7日 另一宗 这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女童 被一个色魔 虐杀的事件 再次 令这些 南田村的 居民 才开始更加 知道 治安的败坏 不可以 不自理 不可以 不正视 究竟发生了什么 去一去 这个 现在的 南田村的厌境 给大家看看 是什么情况 如果我们曾经 在南田村居住 看看现在 新的 南田村 看看会不会 有一些印象 以前的南田村的 这个 景色又如何 转转个场地 转头回来 再讲讲 第二宗 南田村 四百岁女朋友 被奸杀的 案件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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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